各位听众,各位同学和家长,大家好 这里是东学堂微电台,王老师带你读《唐诗300首》节目 今天呢,我们读完了李商尹的七言律师之后 紧接着来学习一下在晚唐时期和他齐名的温婷云的七言律师 请大家把书翻到第278页 我们来看这一页的最下方,温婷云的《丽州难度》 那么《丽州》呢,是在今天的四川省 难度呢,就是指他要向南去渡江这样的一个经历 然后在渡江的时候呢,因为这个渡船啊,容量有限 所以不可能所有的人一次都过河 于是他呢,就在河边上看着这些渡江的人来来往往 然后就有感而发,写下了这样的一首诗歌 我们先来看一下整首诗歌的内容 再来分析背后的情感 注意一下其中的读音 淡然,然后驱岛苍茫 这个驱啊,主要是指的岸边啊,弯曲曲折这样的岛屿 所以叫驱岛 然后拨上马斯看照去啊 这个看呢,平时我们还是念看 但是因为这一句诗里面 这个色色平平平色色啊 所以我就念成看了 然后这个照,大家注意他的读音 然后后面的这个树丛沙草啊,就是有好几丛沙草啊,所以叫树丛沙草 然后水解成舟寻范里 注意范里的读音和成舟的读音就可以了 那么这首诗呢,咱们粗粗的一读 其实大家可以发现啊,前三句主要都是在给我们营造一个江边的景色 一上来,淡然空水带鞋灰 其实就交代了这个写诗的时间和地点 鞋灰呢,那就是落日 所以实际上写的是落日在水中的倒影 空水就是非常空旷的 非常广阔的这个水面 意思是这个江水啊,还挺宽的 然后加上淡然 看注解说的是水波荡漾的这么一个状态 在荡漾的水面上 然后怎么叫带鞋灰呢 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夕阳啊,落日 倒影在水面上的时候 它并不是一个点啊 你从远处看这个倒影的时候 你会发现它变成了一长条 然后又因为这个水波一直在流动呢 就好像是因为水波的流动 把这个夕阳的倒影啊 给它拉长了 拉成了一长条 这就是淡然空水带鞋灰 带着这个夕阳一溜在那流动 然后后面曲岛苍茫皆翠微 那么江边上是高山 也就是翠微 然后呢 江中间呢 有一些弯弯曲曲的岛屿 然后这些岛屿和远处的岸边的山 就连成一片 这是曲岛苍茫皆翠微 所以你看这两句就给你勾勒出了一个 傍晚的江边啊 这样的一个景色 然后呢 作者我们刚才说了啊 他是想要过江的 但是这个渡船呢 一次载不了那么多人 得一趟一趟的 所以三四两句就来写他渡江 这就照应到了我们题目中间的 这个南渡 向南渡江 说波上马斯看照去 在水波上为什么会有马轿啊 在河边一看啊 看到这个船夫啊 摇着讲 慢慢的这个小船就离我远去了 然后这个船上除了人 还有这个人所骑的 那匹马 所以叫波上马斯看照去 然后作者呢 因为没上这趟船 所以叫柳边人歇 带船归 我呢 就在河边的柳树下 歇息一下 等着这个船回来 再来接我 所以你看 其实他着急不着急呢 不太着急啊 反而是很悠闲的 既然我赶路赶到了这儿 然后这趟船呢 没轮上我 那我就在河边等一等 顺便欣赏一下江边的景色 那你说作者不着急 他说明什么呀 说明没什么事啊 没有急事 为什么没有急事 之前我们在讲到温廷云的时候 其实也跟大家说了 这个人也属于一直不得志 50岁才考中进士 但是一直也没有当成什么大官 而且还得罪了皇帝和宰相 所以跟李商隐一样 命运也不是太好 所以这个时候 诗人为什么在四川 其实也是因为没有官做 所以四处闲逛 正好逛到了江边 所以这个柳边人歇带船归 这个人歇中间就包含着诗人自己 我呢 反正也不着急 不敢路啊 我也不要干嘛去 所以我就索性悠悠闲闲的在水边待着 所以这个闲字就成为了柳边人歇带船归 这样一个景色背后暗含的信息 其实作者是很闲的 大把时间可以浪费 然后五六两句 他接着看这个远去的船 这个船呢 走到了江中间 就树丛杀草群殴散 在这个一丛一丛的水草中间呢 有一些水鸟扑隆的就散开了 欧鸟就散开了 所以叫树丛杀草群殴散 因为这个船呢 开过岸边 然后就惊起了草丛中的水鸟 然后万请江田一路飞 这一句的景色写得很漂亮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 在非常广阔的江田之间 一只白鹿在那飞了过去 叫万请江田一路飞 我们之前在学诗的时候 曾经学到过王维的 默默水田飞白鹿 其实和这个万请江田一路飞 有异曲同工之妙 这个江田呢 也有的版本直接写叫江天 万请江田一路飞 所以实际上你想象一下 下面是江水 上面是天空 然后一只白鹿在其中飞过 你看是不是天地很广阔 然后这只鸟飞的又很自在呢 所以实际上作者在这表达的 就是这样的一种天空海阔 任我自由的这么一种状态 万请江田一路飞 所以你看前面的六句 看起来好像只是在斜景 但是怎么样呢 背后自然还是传达出了作者的心情的 就是很悠闲 没事干 而且呢 因为在江湖上游荡 所以本身也处于一种自由自在的这种状态 所以最后就讲了 他七八两句就导出了自己的感情 叫水解成州寻范礼 五湖淹水 毒王鸡 那么这里面就用了春秋时期范礼的典故 春秋五霸中间我们说有一个叫岳王勾剑 然后范礼呢就是辅佐他的大臣 然后呢 勾剑后来就卧心尝胆 把吴国给灭掉了 相当于就算是报了仇了 但是范礼这个人啊 很聪明啊 就看出勾剑这个人 只能共苦 不能同甘 我们一起吃苦可以 真正到了过好日子的时候 他就开始怎么样啊 要开始除掉这些帮过他的人了 所以范礼呢就找了个借口 说我不愿意当官了 我要归隐田园 然后相传啊 还带着西施啊 两个人就跑到五湖之上去泛舟了 所以五湖淹水这个典故 本身就是和范礼有关的 五湖呢 就是我们今天江浙一带的这个太湖 巨大的一个湖泊 在古代的时候是五个湖连在一起 所以称之为叫五湖 五湖淹水读旺基 旺基我们之前是说过的旺基 就是失去了那种争名逐利的心 忘记了红尘俗世中间的庸俗的这一切 称之为叫旺基 所以五湖淹水读旺基 那就是归隐山水 然后自由自在 悠闲自得的样子 所以成州巡犯礼啊 就是因为作者在江边上等着船 自然就形成了这个联想 说你看大家呀 在这个渡口来来往往的都是在过着日常的小日子 都是在争名逐利的路上 谁懂得坐着小船 直接去寻找当年的范礼 和他一样在五湖淹水中间归隐田园呢 估计谁也不懂得这种心情 所以这是作者自己发出的一个感叹 因为他自己本身确实闲得没事干 就柳边人歇带船归 所以后面就讲水解成州寻范礼 谁能懂得范礼的一片苦心呢 那么这里面其实诗人本身也有点牢骚在内 因为他的这种悠闲 并不是主动的自己想要归隐 实际上诗人是想做官的 但是他做不成 皇上和宰相不给他官做 怎么办没办法 所以他也不得不处于这种悠闲的状态 你们谁能懂得范礼归隐田园之心啊 意思就是你们都不如我 但实际上他自己内心懂不懂呢 他其实也不懂 谁能理解我 我并不是主动这么悠闲的啊 我是想找官做 找不着 所以这首诗歌的前三连 都是在描绘一幅宁静的江边景色 然后最后作者呢 就借着这个景色 抒发了自己这种归隐之情 当然背后也暗含着一些 世人不懂的内在的牢骚 所以这首诗歌啊 只要给你解释清楚了景物 本身他的情感是并不难懂的 所以我们也就感受一下 作者在写景中带出的这种心情 基本上也就可以了 那么在节目的最后呢 我们回顾一下整首诗歌的内容 丽州南渡 淡然空水带邪灰 曲岛苍茫皆翠微 拨上马丝看照去 柳边人歇带船归 树从沙草群殴散 万请江田一路飞 水解成舟寻饭里 五湖淹水 独忘机 好 时间关系 咱们本期节目就先到此为止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谢谢大家